各位嘉賓跟開源者大家好 那今天我們這邊要報告主題是這個 NGS2FYR開源基因定序轉換FYR工具 那我是今天講診李建興 那我是來自這個NITW聯測松開源團隊 還有這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醫學資訊所 好 那我們這個傳統醫療是透過這個醫師 醫師問診 那並行這並進行這個抽血X光超音波等常規檢查 那根據我們醫師的這個專業 還有臨床經驗來去診斷 那根據症狀我們會去給予病人這個相對的醫療處置 然而我們實際上每名病患他的身體狀況不同 那使得說醫生給予的這個處置的療效不一 那其次是說如果是在有相似病徵 或者病方症的發生情況下 那容易造成誤判而延誤治療的時機 那我們現在精準醫療這個概念 那則是透過病患個別的情況進行醫療行為的模式 那透過這個基因檢測分析 透過這個基因檢測分析 那經由這大數據 那讓醫生去參考個體的基因型特徵 以作為診斷以及選擇處置的參考依據 那提供每個病患 個人化的療程 而獲取最高的療效的同時 可以降低副作用的影響 那我這邊舉個例 我們以這個第二型糖尿病T2DN來舉例 那T2DN它是一個 因為胰島素分泌不足所造成的糖尿病 那目前的常用的治療藥物有 美蜂蜜 DPP4 SGLT2等 那每種藥物它抑制血糖的原理 還有它相關的基因也不同 那因此在不同病患上的效果也有所差異 那此時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基因檢測的部分 然後來去確認說病患上面它 那這個特定的基因它是否有編異會影響療效 那已去選擇我們最合適的藥物 那以目前基因檢測啊 最常使用的技術是這個次世代定訊技術 NGS 那它相較傳統的這個SINGLE的定序法 它是具有這個高通量低成本的優勢 那也是目前精準醫療的核心技術 那根據這個定序的區域不同啊 它可以分為這個全基因 全體體定序 全外前置定序 還有這個目標定序 那以一個30倍的 全基因 全基因體定序數據來說啊 它的檔案大小可以達到100G 那邊因為電子數量可以達到數百萬個 好 那因此我們可以從這邊得知說 隨著我們這個精準醫療的發展啊 那我們基因定序的這個需求 日益增加 那我們所產生的大量的 呃 分析資料 對研究人員跟醫師事項管理的負擔 而且在我們在這個生物醫學的研究當中啊 往往需要針對特定的染色體 基因區間等條件研究 那要在這個大量的資料間 一一去擷取我們所需的資料是很困難 而且費時間的 那其實是說我們不同的分析工具啊 他欄位的定義也有所差異 那也會造成說這個資料整合不易 在應用上是難以應用的 那因此我目標就是說 我們可以對這定序資料 透過這個file 標準化 那去把它整合起來 那file 它是由HL7 協會所制定 那是目前國際上醫學資訊標準 常見的方案和趨勢 那它是據這個web 標準 那採用這個respo API 操作 那透過這個醫療資訊標準化 我們可以降低 資訊傳遞的成本 還有它的處理成本 那就強調我們醫療資訊的互通性 那這邊是這個基因數據的分析流程 那我們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那一級分析部分 就是由我們的定序 以產生原始的序列 並儲存為這個 fastq 的格式 那二級分析的話就是 將我們這個定序出來的原始序列 配對到人體參考精英組 那一加結果以這個ban的格式儲存 那接著就是進行這個變異點檢測 那進行變異點檢測之後 我們可以找出上我們這個樣本 他序列上的變異位點的種類 那我們會把這些種類儲存為 vcf 格式 那接著進到三級分析的時候 就是我們針對這些變異點去進行注釋 那比對我們的資料庫 那去注釋說他在生物學上意義 那並將結果進輸出為 vcf 和 csv 好 那我們這邊做的就是 file 標準化 file 標準化就是透過我們這 ngs 主 file 那教我們這個三級分析的注釋結果 進行這個轉換 那去解析不同工具所產生的注釋結果 並轉換最終轉換我們這個 file 綠售時儲存 好 那這邊的話是在在我們這三級分析流程裡啊 我們使用這個注釋工具啊 根據我們這個變異點結果去搜尋這個資料庫 那再加上這個注釋之後 會儲存來這個 vcf 和 csv 的檔案 那透過這個 ngs to file 標準化工具 來解析注釋的結果 那結合這個常見的醫療詞彙與代碼 比如說像 low-inc 啊 hgmc ensemble ncbi 等 那並結合我們 編異位點對應的人體參考精英組 那幾乎他的觀測區間跟並一點 那最後轉換我們這個 file 綠售時儲存 並建立關聯 那這個是我們使用的這個 file 綠售時的架構關聯圖 那我們是使用這個 hl 7 file 綠售麟克的標準來實作 那基因檢測報告是用這個 dagognes ticker report 那去 呃 去記錄 那每組每組這個 report 可以包含多組 observation 那 observation 記錄他的分析的注釋的相關資訊 那並且他會定義一筆 molecule sequence 去記錄這個基因的序列 還有編異位點 原式檔案等相關資訊 呃 則會儲存在這個 document reference 裡面 那以上這個 resource 同時也會連結到他對應的病人 還有這個樣本的資料 好 那這是一筆 file genomic 應用的實例 那首先在精英檢測的需求建立的時候 會使用這個 service request 去 呃 這個 resource 來建立 那會記錄這個病人的 id 那還有這個檢驗者 id 日期項目等等 那接著會對應一筆這個診斷報告 那使用這個 diagnostic report resource 記錄 那記錄他的報告內容 還有他所有相關的 observation resource 那一組這個報告啊 他可以包含多組的這個 observation 那 observation 剛有提到說他是 呃 記錄這個序列的注釋資訊 比如說像是這個變異位點的 呃 相關注釋啊 他的 id 等等 好 那每組 observation 然後對應比 molecule sequence 那 molecule sequence 就是記錄這個變異他的 呃 參考序列啊 他的 呃 變異位點的所在的起始區域 還有他的物種 還有他的這個 allele 的種類 好 那我們透過這個 ngs to file 的標準工具啊 我們就可以將我們這個原始的這個注釋資訊 呃 當中間的這個欄位啊 那轉換到我們 轉換到我們這個 file resource 的欄位 比如像是這個染色體啊 觀測區間 還有這個 呃 變異位點的情資訊 還有他記錄名稱等等 好 那我們在實際上的應用設計啊 我們就可以呃 整合我們使用者介面 然後讓這個分析人員 然後使用者可以選擇他想要轉換的注釋檔案 那還有他的呃 要用的是分析工具的模組 那以及其他的設定 比如說像是他的參考序列版本等等 那就我們就可以讓呃 使用者直接透過呃 可能是 web 界面去執行這個轉換任務 那轉換完成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這個呃 標準 經過 file 標準化的基因數據 上傳到 file server 上面去儲存 好 那儲存完之後啊 我們就可以透過呃 這個使用者介面 那提供這個使用者來查詢 那比如說使用者可以設定特定的條件 比如說像是他可以呃 去搜尋特定的基因名稱啊 或者說他想要查的變異的種類 那去呃 取得他所需的資料 好 那使用者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呃 透過我們這個使用者介面 會不會見面去顯示他呃 符合條件資料以供他進一步操作 分析 好 那此外啊透過這個file resource 啊我們使用者也可以 這個序列的區間去做搜尋 比如說他設定他要搜尋 公共什麼萬 那觀測圈是在呃 6萬 6萬bp到8萬bp的序列 那呃 我們可以設計我們的這個系統啊 就可以顯示出符合條件的數據 那並標示說這個序列相關的資訊 還有他變異呃 參考序列啊 變異位點等等的資訊 那我們透過這個呃 機器數據經過file轉換 我們也可以整合像一些視覺化的工具 像呃 已經的部分就是這個igv web 那可以將這個呃 序列跟變異點的資訊啊 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 那透過這個介面使用者可以任意查詢 他所需要的資料範圍 那你可以選擇說他要觀看的這個資料集 那介面上他就會顯示說 目前我們觀看這個變異位點 他所在的這個變異位點的資訊 還有其他對應所有的REAS的資料 那下面的話也有這個人體 呃 參考基因組他的基因資訊 好 那呃 綜合以上啊 我們就是開發一個開源的ngs to file 工具 那我們是提供就是把基因數據總換成 呃 標準化 file 舉農民可標準的框架 那透過我們將基因數據進行 file 標準化 可以提升數據的互通性 那將定義說醫院啊或者研究機構 他交換資料所衍生的處理成本與時間 那此外透過我們不同的呃 注釋工具 啊 建置這個轉換模組 我們可以匯整來自不同病人 樣本及工具的分析結果 的分析結果 那我們可以由前面的例子可知 那我們呃 可以提供使用者 一個簡單的介面來操縱各式的精英數據 那以提升我們這個數據的可用性 那收益於這個 file 啊 採用基於 基於這個 RESTful API 的 CRUD 的操作功能 那我們也降低了開發使用者介面 或者串接線有系統的難度 那因此可以提升這個系統的應用性 也有助於這個精準 醫療應用的快速部署 好 那呃 以上是這邊呃 這邊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可能中午到大午大午大午快點吃飯 那樣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大家的速度很 很精簡這樣 對 那那個 因為線上的人還蠻多 所以就是 這邊的話就是說 我們這個的主題是針對 所謂的基因轉換 那基因轉換 它在過去的那個生意研究上面 就是說 大家一直在提到所謂的 基因資料庫的建制什麼之類 那可以從各個的新聞 或各個不同的大學 或是研究機構 他們就一直在強調這個 FIRE 那在FIRE這一段的一些 就是轉換跟所謂的實作開發部分 反而在國內的部分 會比較少見 那大家都說可能就是 我們有做FIRE什麼之類的 那從這個 這一個專案的性質 還有它提供的一些 實際的一些 Source Code的部分 可以讓就是建置資料的人 他們在實際上在操作那個基因 基因的格式轉換成FIRE時候 會是一個蠻好用的一個工具這樣子 那不過因為基因的 這個基因的基因的 就是它是一個格式的轉換 還有它的一些FIRE的規格的制定 它其實的異動的 就是還蠻大的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 Open Source的一些工具 可以讓這些 之後再做建置這種基因資料庫 跟研究上面的時候 不會從頭到 就是在接觸的時候 不會從無到有 而是在這樣一個基礎上面 去做進一步的一些擴展跟建置 OK 好 那就是可能 可能 我們接下來的話 會是 的時間 會是12點30分 那就說可能 我們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12點35分 我們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大家可以上市場吃個飯 那就是說我們在中午的期間 會有我們 我們的就是 協會的理事長 就是那個 蕭佳鴻老師 來為我們介紹 所謂的一支標準的教育推廣 那我們這個 這個議程就先 休息 讓大家趕快吃個東西 這樣子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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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